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柯里斯丁 今天要跟大家做非常輕鬆又簡單的 Bolognese 菠蘿娜肉醬 首先要先跟各位介紹今天的英雄食材 那就是這個 OLO 罐裝羅馬番茄 相信我 它的味道吃起來 跟你市面上其他的罐裝番茄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是在義大利直接封裝成罐 保留番茄最新鮮的味道 趕快開始來製作 首先呢我們要先加入橄欖油 今天的份量呢 大約就是三湯匙左右 不用太少 也不能太多 我想要加入一點點的奶油 加入這個奶油的用意 當然就是讓它的味道更豐富 更濃郁 當奶油差不多都融化了以後呢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蔬菜 蔬菜很簡單 就是義大利的三原色 Sofrito 洋蔥 紅蘿蔔 跟西洋芹 加入大約一顆紅蘿蔔 同等份量 還有西洋芹 一樣也是同等份量 現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就是要把蔬菜炒到 有點透明狀 香氣跟味道跑出來 那這個叫做Sweet 溫度不要太高 讓它慢慢的把味道逼出來 意大利肉醬喔 其實聽起來好像很難很複雜 那它其實一點也不會 每一個義大利的媽媽他們應該是人手都有一個食譜 那就是他們屬於專屬的味道這樣子 有點像是我們台灣的乾麵喔 台灣的乾麵也是風格千百種 波羅娜肉醬就是在義大利 把它當作是乾麵基底就對了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加入大蒜 大蒜大約三顆到四顆 一般我們導力器都很麻煩 它的渣渣都會卡在裡面很不方便之類的 可是呢 今天這個 你看 它這些渣渣一推就可以輕鬆的拿下來 超方便的 好 大蒜的味道也一直進去了 哇 味道好香喔 當蔬菜炒得差不多之後 中間開一個小洞 我們今天用的絞肉是豬牛混合 秘密武器就是兩種肉都要使用 今天要先把豬肉給放下去 就放到正中間 正中心這個地方 這樣子大家可以直接接觸到表面 讓它更快速的上色 我要先調味 所以鹽 胡椒 同一時間加進去 因為我們的鍋子的大小有限 所以我們先把豬肉加進去讓它上色 上色了以後再把牛肉加進去 避免它太擁擠 清出一個空間 再把牛肉放進去 簡單的調味 絞肉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你一開始把它下鍋的時候 它會出水 那你要先把絞肉的水分都給煮掉 煮掉了以後才會變成油煎 它才會變得酥脆 在你把水分大部分煮掉之後 讓它重新回到一個油煎的過程的時候 清出一個空間 這個叫做蕃茄糊 英文是 Tomato Puree 濃縮精華的感覺 根據Gordon的教法呢 要先讓蕃茄糊炒一下 把那個生硬的味道先給拿掉 炒過之後就可以全部混合 哇 好香喔 這個味道一下去之後 蕃茄搭配其他食材的味道 Amazing 加入大概半杯的量 全部混合 把酒精煮掉 應該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點點肉醬的Feel了 但我還不滿足 我們要加入今天的英雄 Orre罐裝番茄 它是整顆番茄直接封罐包裝的 在我們加入之前 大家有沒有聽過雙手腕 整顆的在手上把它捏爆 加進去 哇 太棒了 裡面這些精華對不對 一丁點都不要給它浪費 那你現在要把它重新煮滾 重新煮滾之後 你把它轉小火 慢慢的燉 大約10分鐘的時間 那你可以去看它 那個濃稠度是你喜歡的 如果太濃稠就再收汁 如果太乾的話 你可以稍微加一點點水進去 重新把它變成你想要的濃稠度 OK 時間過得非常的快速 Yeah 哇 非常的香濃 現在我們要做最後一個小步驟 在這一鍋肉醬裡面加入一點點的牛奶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你創造出更綿滑 細緻的肉醬 如果你覺得加進去之後 改變了你想要的濃稠度 再讓它稍微煮一下下就沒問題了 嗯 嗯 又濃稠又香 彷彿自身義大利的莊園一樣的感覺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家庭餐 喜歡的話記得要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那如果想看這個番茄的話 點下面了解更多 我是蓋斯汀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